受到快时尚的影响,各种服饰的淘汰量与日剧增 报道显示,加州在2021年,废弃衣物等纺织品的重量高达约120万吨 其中只有约15%被回收再利用 这些废弃衣物最终都会进入垃圾掩埋场 而为了减少它们对环境的影响 加州参议员纽曼提出SB707号法案 要求服饰、鞋类和窗帘毛巾纺织品的生产商 在2026年前创建一个非盈利组织 并于2030年前在二手店设立回收站点 或是建立免邮费回计项目来提高回收的便利性 洛杉矶每日新闻报道 服饰业团体最初反对这项立法 但在与纽曼协商后转为中立态度 SB707号法案已经在9月28日由州长纽森签署通过 法案文本指出不遵守法律的厂商将受到处罚 金唐人电视台记者王自义综合报道